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完结短片 意下之前夫攻略 袁金夏追夫火葬场 如果说 相亲向到前男友是件尴尬的事 那比这更尴尬的 可能就是现在这种情况 袁金夏看着坐在他面前的男人 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留 你说直接走吧 这一桌早就预定好的价格昂贵 而且味道据说也对得起价格的饭菜 不就很浪费 但是不走吧 跟前夫吃相亲饭又有那么不止一点点的尴尬 此刻 袁金夏只想拍醒自己那拜金的大脑 真不该只看到有钱这一条 就答应来相亲 不过说归说 要真让他再选一次 可能还是会为银子折腰 得 这回不仅见光死了 还死透了 而对面的男人 陆毅 则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 淡定地拿起酒杯抿了一口 然后缓缓开口 来都来了 不吃点 很好 中国人民最抵挡不过的四字词语之手 来都来了 惊吓小心翼翼地瞟了眼对面的人 应该还行 毕竟当时也是和平 起码他是这么觉得的 离婚的 那就当是跟舅友一起吃顿饭吧 刚做好心理建设 插了一口肉送进嘴里 还没来得及咽下 却又听到一句语调低沉的话语 对我 你没什么想解释的吗 大哥 你是故意的吧 就想趁我吃饭 把我噎死 嗨嗨 圆惊下枪了一下 立马喝了口水 随即笑咪咪地开口 哎呀 真的好久不见 陆先生最近还好吗 你说呢 陆毅也笑了笑 微微靠向椅背 定定地注视着他 看你容光满面 英姿勃发 帅气如旧 气势逼人 那肯定是过得相当不错 惊吓立马坐直 一口气拍完马屁 顺便开始回忆自己之前 是不是有什么首尾还没解决完 毕竟 眼前这个人 可不是什么善茶 不然 当初他发现真相的时候 也不会溜得那么快 幸好 当初自己还留了一手 不过 现在的情况 还是让他有点担忧 这个人又找上了自己 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回国了 接手了家里的生意 当然 是明面上那种 陆毅稍微转了转手腕的表 淡淡地开口 我知道你暗地里干的也不少 不用特地给我解释 惊吓心里暗暗复飞 面上还是一脸笑容 哦是吗 那真是恭喜了呢 凯兴文化 也是我们集团的子公司 袁金夏的笑容 瞬间僵住了 他作为一家互联网公司的 线上业务拓展负责人 最近正在洽谈的一个大项目 就是跟凯兴文化合作 目前还在初始接触阶段 那就有劳陆总多多关照了 金夏微微挺直了身子 不能虚 我最近 也被夏派到子公司去历练一下 正好去的就是凯兴 所以之后见面的机会可能也不会少 我就是先跟你说说 免得你到时候太惊讶 陆毅还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不过这话落在金夏的心头 就宛如巨石 压得他有点累 嗨 我们再怎么说 也是旧时 合作起来 想必也会更有默契 金夏想了想 决定开启新一轮狗腿 没办法 这个项目的体量巨大 关乎他们部门下半年的KPI 必须得拿下 既然陆毅都提了这一查 那他也不能不接 当初他一股作气 在某方面能攻略他 没准这次 在商场上 也能攻略一番 默契 哼 还是挺有默契的 陆毅忍不住冷笑一声 毕竟连离婚 你都能选中我生日那天 还真是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份礼物 这话真让人没法接 怎么还一副怪委屈的样子 金夏回忆了下 要是他没记错的话 当时两人离婚 应该算是好聚好散的吧 至于日期 好吧 他还真不是存心的 只是想着 快点回国 不要搅和在一堆麻烦事中 于是速战速决 快刀斩乱麻罢了 毕竟 那时候 他也没有解释 而是默默地签了字 不过当时 金夏只想着自保 而他 之后又经历了什么 他还真的不知道 那时还觉得 自己放手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现在 现在好饿呀 还是快点吃饭吧 金夏想着 决定不再多费口舌 饿得他都无法思考了 毕竟现在他也想不清楚 无论是哪件事 于是 他将几盘菜 都往路易的方向推了推 笑嘻嘻地说道 先吃饭 吃饱 咱们再聊哈 路易眼底浮现一丝说不清的情绪 还是礼貌地给金夏递了张纸巾 看着眼前的小姑娘 一副不管不顾开吃的样子 暗暗叹了口气 过了这么久 虽然当时肯定是不痛快的 但现在 气什么的 早就消散了 更多的是一份怀念 今天特地过来看看 他过得似乎也还不错 那错过的 还有继续的必要吗 路易看着面前的汤 汤面泛起涟漪 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心底 结束了一顿价格不菲的晚餐 金夏在告别之前 还特地说了一堆客套话 不管怎么说 既然之后 两人少不了商场相见 那还是保持友好关系为妙 路易也点了点头 只是叮嘱了一句路上小心 便也转身走了 金夏回想了一下 路易在之后的晚餐过程中 就没再说什么了 好像也没怎么吃东西 只是目光时不时地投在他身上 不过思维好像又发散到了远方 还是他偶尔插空才聊了几句 怎么说呢 菜很热 但气氛很冷 跟两人摊牌的那天有点像 回到家的圆金夏 打开灯后就摊在了沙发上 有点累 果然转换到商务模式吃饭真是放不开 虽然吃的也不算少就是了 毕竟 不管在什么场合 都绝对不能亏待自己的胃 是夏爷的处事准则之一 到了杯柠檬水 金夏灌了一口 背酸得清醒了一些 路易 真是一位难忘的故人呢 金夏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笑 一旦记忆的闸口打开 回忆就阻挡不住地涌出 两人的相遇是在袁金夏出国读研期间 袁金夏本科读的是市场营销 但是因为互联网企业发展势头比较好 而大公司对学历也比较看重 所以他便打算读个线上营销方向的研究生 最终也如愿申请到了国外的学校 国外的交友 不管是交友风气还是对应的人群 都跟国内差异很大 所以在国外的援金下 渐渐也习惯了去酒吧敌厅等地方玩一下来解压 毕竟 读研的压力也很大 适当的放松还是可以的 只要自己把握好多 但是凡事都有意外 遇见陆毕就是一个 不记得具体是哪个朋友组织的聚会 反正就是邀请了很多认识的不认识的 同系不同系的学生 去的人很多 而袁金夏也跟着熟悉的人去凑热闹 人一旦多了 遇见帅哥的几率也就大了 哪怕时至今日 袁金夏还是不得不承认 陆毕是聚会上最帅的人 不过因为周深透露着生人物尽的气场 所以不太有人敢去搭讪 而他也是因为被美色所悟 所以才会有后来的事情 乃至不明不白地结了个婚 虽然最开始看上对方的是袁金夏 但当时他也只是单纯地被美色所魅惑 最多也就想着风花雪月谈场恋爱 不曾想 在一夜激情后 陆毕倒是认真了起来 说想要重新正式地介绍自己 谈场正经的恋爱 随着两人交往的深入 袁金夏愈发地觉得 陆毕跟他在很多方面都很契合 无论是三观还是五观 好像都满意地让人挑不出错 甚至 连一贯喜欢游戏人生 不习惯被束缚的他 都有点沦陷 觉得就一直这样下去 似乎也蛮不错的 而就在两人研究生生涯的最后一年 也是他们谈的第二年的某天 陆毕突然很严肃地 跟袁金夏坦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 他家其实背景比较深厚 陆家到他这一代的年轻人 有好几个 包括他的表哥 堂弟堂姐之类的 大都被安排回去继承家业 而他则是借着出国读书的机会 暂时逃避 不过他很清楚 一旦他毕业回去 他必然也会被安排 无论是事业 还是爱情 陆毕的性格 自然是不喜欢被安排的人生 而现在 他遇到了自己满意的另一半 也就是袁金夏 所以想着定下来 就直接跟他结婚 这样一来 家里想借他联姻的念头 也会消退 他也想成为家族的弃子 不再卷进集团里面 复杂的争斗 两人也可以安稳地 过自己的日子 想到这 袁金夏忍不住 为当时自己的单纯叹了口气 本来他一直都很理性聪明 怎么那次就那么糊涂呢 他怎么会相信 只要答应了陆毅 两人结婚 他家族的人就会放弃他 不再强求他回去继承家业 明明狗鞋偶像剧 还有豪门八卦什么的 看得也不少 怎么就不去查一下陆家的谁有多深 傻傻的就结婚了 也可能是恋爱中的女人 智商真的为父吧 总之 当时被陆毅说动了的 金夏同意了 刚好M国 只要成年人携带符合要求的证件 并且未婚 就可以登记结婚 两人很快就领了证 成了合法同居的关系 平静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事实上 麻烦很快来了 陆家自然是打听到 陆毅跟金夏的事情 而上门来找金夏谈判的人 本来只想劝他跟陆毅分手 却没想到两人已经结婚了 好吧 我只是觉得 这可能是你 做过最后悔的一个决定 毕竟 陆家的人 都不是你想得那么干净 当然 也包括你老公 陆薇 同时也是陆毅的堂姐 没说什么狠话 最后也只是撂下这句话就走了 金夏甚至有些小失望 这威胁什么的也太轻了点 而且 怎么没有 我可以给你一百万 只要你离开他这种剧情 陆毅也太不值钱了 本来只是当做玩笑说给晚上 才回家的陆毅听 起料陆毅的脸色 却肉眼可见地黑了下来 我以前 是做过一些事 但是 我以后 只想着跟你过平淡的日子 大概是听出了 陆毅语气中的紧张 金夏也只能抱着他抚慰一下 不过 心底也产生了一些不安 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 两人的感情就有了变化 金夏开始反思自己到底对陆毅了解多少 毕竟 结婚是有点冲动 如果是在国内 他肯定不会这么轻易就答应了 还是在陆毅跟他说自己的家庭不是普通家庭的情况下 没过多久 他就收到一封信 里面详细写着之前陆毅曾经帮家里公司做过的一些灰色交易 而更让人惊讶的是 信中的资料也同时递交给了警方 陆毅突然被校方传讯 说由于国内警方施压 他们决定将陆毅的学业暂停 待调查清楚之后再决定是否能让他复学 袁金夏也被施压 家里人才知道他结婚了 而且还是跟被警方传讯的人结婚 而他无论是否相信陆毅 都不能改变他的处境 不过陆家倒是通气 说只要两人和平离婚 事情很快能结束 那个时候 虽然陆毅向他保证 自己手上有证据 可以解决这次的事件 但是 金夏明白 只要他们继续在一起 像这样的事件还会继续发生 毕竟 陆毅太聪明了 陆家不可能放弃他 也不可能 让他从争斗的舞台退场 他本身就只是个普通人 家庭也不算很富裕 出国也是靠的奖学金 抵了很大部分的开支 没有背景 无权无势 一旦家里人被针对了 如何保护他们 不过 陆毅还是有一定手段的 不然也不会被关了不久 就放了出来 而在陆毅终于解除限制 被放回来的那天 金夏特地请他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同时也是散伙饭 看着离婚协议 陆毅的表情没有太大变化 淡定的结果 说了句 先吃饭吧 吃完饭我就签 不过 袁金夏也不记得 那天是某人的生日 也不知道 为了在生日这天赶回来 他动用了多少人脉 即使被暂时限制人身自由 也拜托别人帮忙 预定了高级餐厅 以及价格不菲的演出 想着好好补偿一下这段时间过的 也并不轻松的夫人 但是 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的 那时的他 也是年轻 各方面的思虑都不周全 所以也不能怪他 毕竟 相爱过 是真的 但是 相爱的人 不一定能相守 他们两人 当初也只是领了证 甚至婚礼都没办 也没有婚礼誓言 这个环节 幸好 没有历史 不然 还要打破 虽然他不迷信 总归是不好 希望他的誓言 留给他的良缘 陆毅回家之后 从抽屉的角落 拿出一个盒子 轻轻拿在手里 摸缩了一阵 没有打开 又放了回去 虽然不是很贵 但也是两人 唯一一对对戒 签协议那天 今夏就把戒指还给他了 本来是要扔掉的 最终 还是没有 为什么要留着 陆毅自己 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现在 他也回国了 甚至还继承了家业 只是 不意味着 他会忘了当年的事情 要有足够的能力反抗 必须一步步稳扎稳打 再粗壮的树干 一旦从内部开始注视 不久就会岌岌可危 不愧是大公司 着装这么正式 连领带颜色都统一 蓝大仙看到凯星文化 也就是合作方派来的人时 内心不由地感到庆幸 幸好今天他在抽屉底翻出 不知道啥时候买的领带系上了 虽然有的地方皱了 但是记起来只露出领结 面上看上去还是光鲜的 这次的项目他也是负责人之一 负责项目预算那块 而运营方面的负责人则是圆金夏 蓝大仙本名蓝道行 家里祖上都是道士 只是到他这改行了 主要是因为做道士赚不了什么钱 所以他大学学了会计 毕业后进了公司的财务部 可能是因为血液里还是流传着道士基因 平时他帮别人弄一些占卜算卦啥的 还挺准 所以又有了个外号叫蓝大仙 蓝大仙打着退休之后 就干起祖上的老本型的算盘 所以现在也会给同事朋友算算挂啥的 致力于打下良好的民众基础 这回凯兴派来的人里面 看上去身份比较高的那两位 一个是态度还算和善的项目组长 而另外一个据说是总部派来的特主 相比之下就显得严肃多了 而且不知道为啥 那个特主从进门来 就时不时盯着他身边的运营组的原组长看 但是那目光怎么说呢 又完全不像带着欣赏或者喜欢的情绪 更像是观察 蓝大仙的目光也在两人之间游移 脑瓜飞速运转 脑不出了一堆有的眉的 今夏自然也是察觉到那股目光的 不过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今天来的那位特主 也算是他的旧时 也是陆毅手下最得力的干将 陈福 原今夏跟陈福最初的接触 还是在国外陆毅深陷淋雨的那段时间 陆毅向今夏传信 还有布置一些事情 基本都是交代给陈福的 在他看来 陈福自是聪明激警 处事周全 当初也是多得他去各处打点 陆毅才能比较顺利地解决事情 此番 两人也是隔了很久再次见面 陈福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虽然不时向今夏投去观察的目光 但也没有明确表现出 二人曾经认识的样子 也让他松了口气 毕竟 他也不想让人知道自己 曾经跟凯兴文化目前的少冬家 曾经有过那样的关系 保不准让人浮想连篇 不过很明显 他身旁那位嗅觉敏锐的同事 已经开始散发浓厚的八卦兴趣了 看样子 也不知道挠不到哪个程度了 看来还得想个理由混过去 不如先发致人 曾先生 我是跟你认识的人 长得比较像吗 看你好像还挺留意我的 今夏露出得体的微笑 玩笑般的开口 曾福正了正 开口道 嗯 是 我有位救时 跟你长得挺像 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而且 原组长的看法也挺好的 在线上实施方案A 可能会对客户引流 产生有利影响 话题转了个头 又进入了主题 是因为像熟人吗 蓝大仙眨眨眼 半信半疑 决定还是稍后在观摩下 开了一上午的会 蓝大仙作为乙方代表 邀请对方项目组 一块去酒店共进午餐 对方也爽快地硬下了 毕竟饭桌也是沟通 必不可少的地方 趁着一行人往外走的时候 蓝大仙几步走向前 追上了曾福 发挥脸皮后的特长 开口就唠嗑 两人一路走 基本上都是蓝大仙在说 曾福间会应答几句 吹了一阵无意义的水后 小蓝同志决定进入主题 岑哥呀 我看你对咱们运营 步步花挺感兴趣的样子 真是因为他长得 跟你朋友很像 还是对他有想法呀 蓝大仙一边调侃 一边观察他的反应 要是你真对他有想法 那可要努力了 曾福听到冷不丁变了的话题 顿了顿神 顺势结果问道 此话怎讲 哎嘿 没想到他还真的对今夏有意思 仿佛吃到了什么大瓜的蓝大仙 嘴角都快翘上了天 立马开始滔滔不绝 哎哎我跟你说呀 咱们今夏还是挺受欢迎的 虽然他有时候挺爷们的 但是长得可爱 又性格活泼 虽然工作几年了 但是看上去 还是跟新人一样 之前技术部 有个刚入职的小男生 看到他还以为是同妻 各种打听都找不到人 后来才知道 是部门经理哈哈 他现在还是单身吗 曾福提出了重点 单 单着呢 蓝大仙立马回道 哎你别说 今夏啥都好 就是太喜欢赚钱了 从入职以来 就全身心都扑在工作上 丝毫不关注情感问题 不管被多少人 拧礼按理表白 都礼貌又坚决地拒绝了 也不知道是为啥 停了一下 蓝大仙又压低了声音 补充道 不过据说 好像是被上一段感情 伤得有点深 但是过了这么久 我觉得也应该走出来了 曾哥你一表人才 又年轻有为 只要你努力 我相信还是很有机会的 当然了 如果你需要我助攻的话 上一段感情嘛 后面蓝大仙说的什么 曾福已经没有认真在听了 而是想到了什么 微微皱了下眉头 另一边 完全不知道自己 被传为 因受情伤 而不再动心的原惊下 提前到了饭店点菜 虽然做饭不行 但吃这方面 他还真没签认过第二 每次公司做东请客 基本都是他负责点菜 一般都通过 事先了解对方的口味 点一些大众比较喜欢的 同时也针对对方喜好 点一些特色菜 一般都不会出错 等他点好菜 双方的人也都到了 小兰特意识眼色 让惊吓坐到层幅旁边 惊吓虽然直觉他 肯定是误会了什么 但是也不好解释 也就顺着他的意思落座 那个 待会 我们的少东家 陆总可能也会过来 他今天也有事到这边了 这个项目 也是他刚接过来的 所以顺便来跟大家认识一下 曾福落座之后 开口说道 惊吓的心不由得一紧 不过很快又平复了心情 陆毅之前也跟他说过了 大家早晚都会碰面的 也没什么好紧张的 毕竟 在场的人 也不可能知道他俩的关系 陆总能赏脸过来 那感情好呀 我马上让人安排多个位子 惊吓 你再去点几个菜 蓝大仙露出灿烂的笑容 之前就听过陆氏企业的 少东家陆毅的威名 年纪轻轻 就坐上集团分部的 运营总监的位子 而且去过不少子公司历练 成绩斐然 这次又开始负责 文化产业这个板块 非常不简单 心下点了点头 让服务员再把菜单拿了过来 又加点了几个菜之后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交代了服务员几句 服务员是个小姑娘 微微愣了一下 不过立马点头出去了 那个淋巴包间的炒菜 如果有用了猪油的 全部换成植物油 已经开始做的 重做一份上桌 另一份留着打包 神情略显严肃的某人 刚走拐角的时候 就听到一个服务员 对着对讲机说道 他低头看了看手机上 层服发来的三楼淋巴包间 脸上的神色一瞬间缓了下来 嘴角微不可闻地勾了勾 不过 可能是层服提的吧 想着 陆毅忍不住 微微摇了摇头 陆毅 你还真是幼稚 居然会因为觉得 是他记得自己的口味 而感到欢喜 推门走进去的时候 众人的目光 全都投了过来 当然 也包括他的 早就习惯了 接受大众目光审阅的陆毅 露出符合身份的标准笑容 既不显得过分疏离 也不表现得十分亲近 跟大家点头示意了下 开口道 大家好 我是陆毅 虽然 早就听闻过 陆毅年轻有为 但是 无论是他周身散发的强大气场 还是那张无可挑剔的俊俏脸庞 都让蓝大仙 忍不住暗暗惊叹 不过 更加令他惊讶的是 以往看到帅哥 就两眼发光 虽然不会有啥实际行动 但言语上肯定会各种花式夸的原惊下 今天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看上去十分的规矩 该不会下爷 也被陆总那逼人的气场 给震慑到了吧 祖传的第六感告诉他 有什么不太对 与此同时 陈福趁着一旁项目组的人 跟陆毅交谈的机会站了起来 不动声色的将陆毅让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而他则是换到了刚刚家的位子 地铁 老爷爷 看手机 惊吓忍不住向陈福投去疑惑的目光 眼神透露着质问 不是 大哥 你就这么确定 你家陆总想跟他前妻坐一块 我还不算胖 不需要让给我这么多空间 看着不同声色 向另一边挪了半个位子的惊吓 陆毅喝了口茶 淡淡地说了句 没 没有 这边靠近风口 凉快 哈哈 被发现的袁某人 尴尬地笑笑 抽出纸巾擦了擦不存在的汗 两人没再说话 而惊吓身边的蓝大仙 则是忍不住找话题 跟陆毅聊了起来 毕竟他对这位陆总 还是挺感兴趣的 那个 小姐 刚刚爆炒盖兰跟肉末豆腐 这两道菜 已经帮您告诉厨房 将猪油换成植物油了 其他的都不含猪油的 蓝大仙正跟陆毅侃侃而谈的时候 服务员过来 跟惊吓说了几句 声音不大 但是坐得近的人 听得很是清晰 猪油 猪油怎么了 你不是说 清淡的菜 就是要放荤油才香吗 小兰同志 有点疑惑地看向惊吓 有点尴尬 惊吓正想着怎么说好 岑福开口了 我们陆总不吃猪油 应该是袁小姐 特意照顾她的口味吧 哦 怪不得 蓝大仙明白了 不愧是惊吓 果然在点菜方面水平一流 很会照顾大家的口味 于是不再在意 继续拾起刚刚的话题 不过 她没注意到 陆毅的语气 比起刚刚要轻快了不少 而一旁的袁金夏 脸上有点发热 忍不住悄咪咪瞟了几眼陆毅 好像也没啥反应 毕竟在一起那么久 记得口味很正常 正常 又说明不了什么 默默做了下心理建设 金夏拿起筷子 朝金黄诱人的鸡翅伸了过去 天大地大 吃饭最大 席间大家聊的话题也比较轻松 而陈福则是一边吃一边还用手机回了不少信息 蓝大仙趁着吃饭的间隙看了眼陈福 又看了眼身边的金夏 才突然意识到两人怎么就分开做了 刚刚他跟陆毅聊得挺好 还没意识到自己特地安排给陈福的位子换成了陆毅的 哎呀 这样可不行啊 老哥 看陈福吃饭还顾着回信息 一看就也是个工作大过天的人 某种程度上跟金夏倒是挺像的 蓝大仙忍不住摇摇头 想着待会要过去点他几句才行 毕竟陈福各方面看起来都挺不错的 要是真能跟金夏成了也是一桩美事 一行人吃得差不多了就准备离开了 蓝大仙摸到陈福身旁 他正在回微信 被小蓝同志一把拍了下肩膀 下得手一松手机就掉了下来 幸好小蓝反应快 立马伸手捞住 一边道歉一边递了过去 陈福立马接过手机放回兜里 表示没摔到就好 顺便问他找他有什么事 小蓝扯了点别的东西 糊弄了过去 毕竟他刚刚那双势力舞 灵的眼睛看到的信息 震惊得他都忘了 要跟陈福说啥了 为什么 曾特助置顶的微信群 名字好像叫做 陆绍回国追妻助攻群 如果陆绍是他想的那个陆绍 那么 追 妻 麻呀 我看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 爱麻 好想找个人分享八卦 蓝大仙兴奋的笑 都快压不住了 转身就看到 在看手机的惊吓 正准备走过去 突然想起一件事 陆绍 好像是午饭前 才临时说要过来的 那么惊吓他 是什么时候打听到他口味的 也就是说 他消息也太灵通了吧 这个八卦一定要告诉他 让他一起品一品 八一八 群聊 陆绍回国追妻助攻群阿福 汇报一下最新进展 刚打听到少奶奶截至目前还单身 看来他最近相亲都没成 少爷很有希望 另外 今天还促成了少爷跟少奶奶坐一起吃午饭 离成功又进了一大步 下话线 阿德 福哥 才一顿饭 阿寿 所以呢 他俩聊咋样了 席间有没有眉目传情 哎呀 要不是我被派去跟上个项目的收尾工作 我也去了 阿福 嗯 虽然他俩对话不多 但是啊 少奶奶还记得少爷的口味 少爷听到之后 内心都开花了 阿德 少爷会 开花 阿福 据我观察 他嘴角勾起了十三 五度 说话的声音上扬了百分之二十 眉头也有一定程度的舒展 阿寿 哥 讲真 你是不是之前做过犯罪人物策写啥的 阿福 总而言之 咱开了个好头 阿德 好吧 看戏 阿寿 哎呀 下次也要带上我 岑福放下手机 开始专心听下面人的汇报 其实最开始 这个项目不是他负责跟的 但是当他偶然浏览资料 看到对方项目组成员名单里 那个十分眼熟的名字时 作为一名专业的特主 立马就搜集了该项目的相关信息 向陆毅强调了这个项目的重要性 以及有意无意地透露了某位对方负责人的名字 果不其然 听到某个信息的时候 陆总的神情有一瞬间的微动 然后就交代层服将这个项目转到他手下 陆毅也确实没想到 才刚回国不久 就这要巧得到了那个人的信息 本来是想着先办完手上的事情 再去考虑他们之间的问题 但是既然都遇到了 那还是了解了解吧 很快 他就通过某些渠道 打听到惊吓在老妈的逼迫下 开始跟人相亲 而他拜托的介绍人 正好是陆毅手下一位部门经理的姐姐 不过不知道见到他 他会是什么反应 见面以后 还是很多东西没想清楚 之后两人的关系 会怎么发展 他没想好 也暂时不敢去想 先放放吧 毕竟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蓝大仙憋着个大瓜 本来是那天 想立马跟金夏分享的 但是金夏突然接到个电话说 要处理下急事 他的瓜还没掏出来人就走了 而接下来 项目正式启动了 两人都是负责人 忙得脚不粘地 他也就一时忘了这茬 因为这个项目的体量很大 所以预算这块也提得很高 需要过的审批特别多 蓝大仙天天忙着写报告 写得都快吐了 不由的幻想提前退休 就提前个三十年吧 做做梦缓解下压力也好 另外一边 金夏也是忙得快吐血 毕竟运营这块的压力更大 不管是活动策划 还是人员配置 都跟他有关 各种事情都要他关注 简直忙到螺旋升天 也就更顾不上想其他东西了 不过 越不想发生的事 越容易发生 越忙就越容易出错 月底对账的时候 财务部发现 运营部提交的项目开支表 跟财务部的资金投入金额对不上 差了三十多万 后面去查账的时候 发现是财务根据运营部签发的文件 打款给了 据说是凯兴方一位负责推广的人提供的账号 但是那笔钱 根本没去到广告方 而去查这个人的时候 才发现他这几天请假了 根本没有上班 三十万 说多不算很多 但说少也绝对不少 两位项目负责人都觉得事情很奇怪 账号肯定是有问题 但他们两人都没有印象签发了那份画款批付 所以 室内部有人盗用公章 财务部打款的是个入职不久的小姑娘 因为公司规定超过十万的打款都需要申请画款批付并加盖公章 而最近这个项目的支出又很多 财务部也就没有一笔笔都找部门负责人核实 而是根据提交上来的批付文件直接画款了 这下出了问题 小姑娘也是急得直哭 看得其他人也心慌慌 批付盖的是运营部的公章 平时人离开肯定是锁在柜子里的 只有上班期间需要用到才会拿出来 而最近由于各种文件批付都需要盖章 所以还真不能确定是谁趁乱盖了公章提交上去了 而袁金夏作为这个项目运营这边的负责人 自然是要担责的 出了这件事 公司里也传起了一些风言风语 他的直属领导运营总监 直接从其他份公司的业务条线调了个运营经理 过来接手金夏的工作 说好听点是让他先专心协助警方查清这件事 说的不好听就类似于停职查办 导致部门内人心惶惶 蓝大仙突然更换了合作伙伴 一时也是不太适应 尤其是心情波澜起伏 不能平复 为什么不是财务预算簿的张被偷了呢 要是这样 他不就能歇歇了吗 看着这一堆报告 回想起今夏看似难过 实则似乎还带着点暗爽的小表情 小蓝同志还真是不一般的羡慕 不过内心吐槽该吐槽 小蓝还是觉得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 虽然有心邦邦今夏 但他也不擅长查案哎 要不帮忙补个挂 从警局回家的今夏 虽然有种无事一身轻的感觉 但是内心还是挺不爽的 要是他能找到那个盗用工章的人 一定用自己的方式报复一下 要是能开个天眼就好了 一下子就能抓到人 现在的他也只能干等着了 不过他是没开天眼 但是有开天眼的人给公司高层发了告密邮件 抄送了整个项目组 没在家呆超过一周 今夏就听到传来的好消息 好巧不巧 邮件里附着的图片甚至音频 都显示公司的内鬼是在运营总监的售益下做的这件事 而且这种情况似乎还不是第一次 而这次就是因为之前挪用款项的坑已经补不上了 才借着这次的大项目趁乱想捞一笔 果然不管工资多高 该贪的还是会贪啊 事情解决之后 很快就有新的人顶上旧人的位子 而这位前辈也是之前一直带着今夏的部门副总老杨 项目出事后 老杨也为了今夏各种奔忙 而这次事件解决得这么顺利 确实出乎他的意料 毕竟他也用了不少手段查探消息 但只能捕捉到一些模糊的信息 跟邮件的清晰证据完全没法比 因为事件顺利解决 所以今夏很快就又被抓回公司干活 老杨笑着说不能白白养猪 还是抓他继续负责这个项目 不过之前调过来的那位经理也没有被调走 而是被安排协助今夏做项目 因为事情太多 所以增加个人手也是为了避免再被趁乱钻了空子 被戒掉的这位经理刚开始突然接手 这个苦差事的时候都快疯了 今夏回来之后激动得简直热泪盈眶 忙不迭表明一切听从夏姐安排 只要不让他全面抓工作就行 小兰自然也是非常开心 毕竟又可以同甘共苦了 果然还是大家一起苦 才觉得自己没那么苦 爱爱今夏 我跟你说 我特意帮你算过一卦 卦象就表明你很快就能逢凶化吉 因为有金甲神人护佑你啊 而且拖这次事件的福 你还多了一个帮手 又好好休息了几天 各方面来说都赚到了 别的不说了 请客吧姐 嘿嘿 下野我运气一向很好 羡慕吧 请客吗 等些忙过这阵再说吧 今夏一边笑嘻嘻地回应 一边翻看那封简举的邮件 图文排列归整 潜词造句规范 调理清晰 逻辑缜密 看上去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金甲神人猫 他的金甲神人弄丢了的话 还会再出现吗 邮件的痕迹应该都清理干净了 IP什么的查不到我们的人身上 只是他那个人 势必会起疑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往我们这边怀疑 要不要先推个人出去 不用 谎说不远 更容易引人生疑 现在阶段他只是猜测 再出手 他应该就能肯定了 不能让他知道 我跟他有过关系 起码不能让他往这方面去查 你交代下 收拾下首尾 是 群聊 今天陆少主动了吗 阿德 岑寿 你改的这个群名 总让我感觉自己 加了什么鬼小说群 阿寿 但是很贴切啊 不是吗 这回少奶奶一出事 少爷就立马安排 我们之前安插在达信的人搜证 本来给警方就行 但为了给少奶奶出口气 直接发给了达信高层 还抄送了员工 让他们没办法再搅混水 瞎子都看出来老大户七有多主动 阿福 嗯 主动的都快送人头了 毕竟我们的人本来没想着这么快暴露的 不过老大开心就好 阿寿 没事 咱们的人藏挺深的 而且也不少 老大也不是那般意气用事的人 肯定有他的安排的 阿福 不意气用事 你怕是没看到 我给他汇报这件事的时候 他的脸有多黑 现在那个总监的档案 还在我这扣着呢 他以后都别想混这片了 阿德 虽说我是从小跟在老大身边的 但是他出国那几年 我被留在国内做事 没看到他跟少奶奶的过往 还真遗憾 也只有他能让他这样了吧 阿福 哎 那个时候的事还是别说了 我们要专注助攻现在 目前 当下 阿寿 没错 阿德 OK 忙了一个多月 第一期活动上线以来 网站的日活量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 同步推出的线下活动场次 也都场场爆满 算是首战告捷 今下跟蓝大仙 终于可以喘口气 两人决定犒劳下大家 安排两个负责部门的同事 一起聚参加唱K 预算部跟运营部的员工 也巴布的放松放松 几乎全员都参加 哎 今下 这个项目 咱们跟凯星也合作得挺好的 这回要不叫上他们的人 还想着撮合今下 跟层服的小蓝同志 趁机提议 致力于制造两人的相处机会 这两人都是工作狂 在项目上一点私事不谈 要是他是老板 肯定是很欣慰 但是 作为今下的朋友吗 还是希望他 也为自己考虑下的 今下一下子就想到某人 心跳忍不住快了几分 要不还是算了吧 突然叫他们 他们也不一定有空 尤其是陆总那么忙 还是别打扰他了 这次聚餐唱K 就咱们公司内部玩一玩好了 大家也不用那么拘谨 等之后 有机会再正式请他们吃饭吧 陆 陆总 蓝大仙不禁有点疑惑 他也没想着叫上陆毅啊 毕竟谁不知道 作为公司高层 他的时间贵过金 上次只是凑巧能一起吃个饭 普通的聚餐邀约 肯定是不会来吧 他也只是想喊 陈福这几个项目上的负责人 来罢了 不过 听完今下的话 他也觉得 陈福还真不一定有时间来 而且 前几天凯兴的另一位项目经理 有跟他说过 凯兴会在这个月底 办一个周年庆 同时也会邀请一些 合作公司的人参加 还问了下他们有没有空 当时他就满口硬下了 现在想想 那个宴会好像更合适 撮合他们一些 于是 小兰也就不再坚持 交代一个员工 去订公司聚餐跟活动的地方 聚餐席间 大家都在各种吹水 不管是对最近工作的吐槽 还是抱怨 没空看的剧 电影 演唱会 总之 每个人都聊得热火朝天 小兰看着吃得欢快的惊吓 突然想起 上次他坐在路易身边的时候 这种大快朵移的气场 似乎收敛了很多 虽然那次他吃的也不算少 但是了解的人才知道 对比正常情况 至少减了一半 当时 他还觉得 可能是路总气场太强大 造成的影响 现在回想下 那天他们两人 好像还真没怎么说过话 但是 今下又能打听到路总吃饭的口味 总感觉有点不太寻常 而且 说到路总 蓝大仙突然想起了什么 脸上立马堆起了姨母笑 鬼鬼祟祟地凑到今下旁边 说要跟他分享个大瓜 今下好不容易可以放松一下 心情也很不错 因此 也对吃瓜提起几分兴趣 于是立马翘起耳朵听 今下 凯兴文化的路总 这次回国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知道是啥吗 小蓝神神秘秘地开口 脸上带着一副 我这瓜可大了的表情 今下听到路易 下意识心意惊 不过面上没有展露丝毫 虽然也不能说不好奇 毕竟他觉得自己 对他一直以来都不算很了解 但还是装作不太在意地回复 路总回国 肯定是要继承家业吧 还是你想说他回国 跟什么其他家族的千金联姻 想起前段时间 两人离婚以来的第一次见面 今下不由的猜测 是不是因为家里逼他联姻 他才要跟人相亲 即使是要找伴侣 也不肯听家族安排 挺符合那人风格的 嘿嘿 这可比联姻劲爆多了 小蓝依赴你还是太天真的表情 终于将大瓜奉上 路总这次回国 是为了追妻啊 扑 可嗨嗨 果然吃东西的时候 不能听八卦 虽然有一定心理准备 但是没想到 这个消息这么劲爆呀 谁能想到 吃个瓜 还会吃到自己头上 小蓝就当惊吓 被他的大瓜惊到了 继续说道 你说是不是大瓜 我刚发现时候 都震惊的天灵盖 都快飞了 原来路总已经结婚了呀 而且他是跟妻子 闹了什么矛盾 不然 怎么还要特意回国追妻 看来矛盾还不小啊 都把人妻回国了 果然 有时候看上去很光鲜的人 背后没准都一地鸡毛 不过他的消息也瞒得挺紧的 从来都没公开过已婚的身份 不过这也是人家私事了 小蓝叙叙叨叨地说 今夏都没顾得上回应 她要回应啥 难不成跟她说 路总想追的那个妻 可能就是坐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不然 就是路易在跟她分开之后 又找了一个 还是说 追妻是追新的目标对象 脑子里乱糟糟的 今夏一时说不出 自己内心是什么想法 如果说是后两种还好 如果是第一种的话 当初 两人算是干脆利落地分开了 现在都过了这么久 路易还会想要把她追回去 难不成 她一直都对自己 不不不 这个她是不是喜欢 我是人生四大误会之手啊 袁今夏你 可别自作多情了 但是 如果说她对自己毫不在意的话 想起那封邮件 那熟悉的手笔 今夏忍不住 又有一瞬间的犹豫 这件事 应该是她帮了自己一把 当时还觉得她可能是念旧情 但是这个情 难不成 还没有断 哎 你说是吧 小兰的话 将她从沉思中拽了回来 惊吓愣了一下 毕竟她啥也没听 随便附和下好了 嗯 应该是 小兰点点头 满意地说 我就说 肯定是这么回事 所以还是关系到 孩子抚养权的问题 不是 大哥 你都想到哪去了 今夏正想开口 突然来了一些员工找她说话 终于跟别人把大瓜分享完的小兰 也心满意足 于是让开了位子 她一下子找不到机会问 也只好作罢 等等 小兰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今夏突然想起这个问题 觉得还是有必要再问问她 她说的那么信誓旦旦 恐怕还真是亲眼看到了什么 总不会有人明目张胆跟她说 陆毅是回来追妻的吧 那就是说 是陆毅身边的人 做了什么 今夏一边应付身边的人 一边飞速运转大脑 身旁一位员工突然开口道 上回开会看到的那个层特助 感觉也是很厉害 而且她好像挺关注下姐你的 你对她有没有啥想法呀哈哈 等等 陈福 今夏似乎捕捉到了点什么 微微一笑 开口道 陈特助吗 似乎是挺不一般 看来我也要关注下她了 哎 似乎传来一股呱的气息 那位员工两眼放光 正想再问几句 就看到今夏离开位子 掏出手机 走向包间门口 陈特助 你什么时候有空 可以约杯咖啡吗 私人时间我们聊一聊 微信发出去之后 今夏勾了勾嘴角 她的性子不习惯守株带兔 还是主动出击比较合适 蓝大仙觉得自己即将搞到真的了 她一直都想给合作公司的总裁特助层服 跟自己公司同期的好友圆今夏拉郎 本来看两人仅仅只在工作上有交流 瞅着是没啥盼头了 但是今天她却无意中发现这两人竟然私下约饭了 幸好自己蹭公司网刷了会微博再走 不然都看不到他俩一起走的这一幕 忧惑这不是有情况是什么 作为组内八卦大队荣誉队长 是去听墙角呢 还是听墙角呢 还是听墙角呢 人呢 还是不能太压抑自己的天性 小兰同志简单掐指一算 顺风顺水 此番必定有收获 刚看到微信的时候 岑福硬生生用多年特助工作锻炼出来的承受力 忍住了惊悚的表情 淡定地将手机放回兜里 不能露出一丝异常 因为她刚给陆一汇报完工作 人还站在她面前 万一 要是有那么一丝可能被陆少察觉到了 离当场去世就不远了 等离开陆总办公室之后 岑福掏出手机又再看了一遍 私人时间 聊一聊 一个词比一个词沉重 差点引发心脚痛 袁金夏怎么会突然找她 是自己做了什么让她察觉到了 但自己最近除了在群里巴巴之外 也没做啥实质性的操作吧 嗯 主要是没啥机会 至于那个群就更不可能了 连陆毅都不知道有这个群 思索一番 果断求助 群聊陆少今天行动了吗 阿寿 哥 少奶奶不会看上你了吧 阿福 别瞎扯 我们是比静网行动 宣传图还纯粹的关系 阿寿 我觉得吧 与其在这瞎猜 不如你勇敢地直面考验 阿福 那万一 我回不来了 阿德 你是去谈个话 不是去生死交易 我觉得还是要去 摸摸对方底牌 以不变应万变 阿福 那万一我被套路了咋办 阿寿 我俩可以伺机而动 要是你应付不了 我们立马拯救你 阿德 巴拉拉小魔仙 阿德 撤回 发错了 阿德 赞成 回了惊吓微信后 层服带着沉重的心情入睡了 上次有这样的感觉 好像还是大学某门课的期末考 忘了自己选过这门课 撬了一学期 不知道学的啥 突然被通知要考试 那种无助跟懵逼直达心底 让人辗转难眠 但是 总要面对的 谁让他不知道 自己干了啥呢 惊吓打亮了一番 面前下了般还保持着一脸严肃的层服 忍不住有点想笑 至于这么紧张吗 他又不会对他怎样 不过 逗逗他好像也挺好玩的 层服啊 我最近知道了一些事 惊吓突然开口 让层服一下子有点懵 不 这话 咋接 不知道 你说的是 哪件事 层服决定装傻 这玩意 肯定是套路 惊吓笑了声 饶有兴慰地看着他 我说的 就是跟你们陆总 有关的事啊 慢悠悠地喝了口咖啡 惊吓又开口道 这次他回国后 我跟他也见了不止一次了吧 现在看来 是不是也有点太巧了 层服一下子打了个机灵 故作镇定地开口 那 你们还是 挺有缘的 跟前夫这么有缘 这感觉 还真是有点不一般呢 惊吓晃了下杯子 抬眼望向他 就没有事情要跟我说吗 说啥 坦白自己的助攻身份 请少奶奶再给陆少一次机会 还是问他 现在对陆少有什么看法 这样做 能帮陆少拉一波好感 还是会适得其反 层服脑子转得飞快 爱马 比做题还难 见他不回应 惊吓又笑了笑 说道 我听说他这次回来 好像是为了追妻 不是 那啥 少奶奶是怎么知道这个的 这帮陆少追妻 只是他们自己暗搓搓在做的事 也不是少爷的受益啊 再说了 到底是谁暴露的 看着层服一脸震惊的样子 惊吓也有点吃惊 本来他觉得 这是也就三分针 看层服的态度 难不成还真确有其事 我呢 跟他分开也这么久了 我想 你们最近与我接触 是为了确认 我是否有透露过 跟陆毅的关系对吗 你们大可放心 我从来都没有提过这一查 所以他可以放心去追求对方 我一定全力配合 另外 咱们的项目 也要请你们多多配合了 今下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那个 不是 层服想开口 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少奶奶的思路 为何如此清新脱俗 一般人不是会以为 追妻 追的是曾经的妻吗 怎么回事 还突然多了一个妻 层服头更疼了 就在此时 手机响了起来 他一把抄起手机 认了接听 福哥 跟少奶奶聊得咋呀 需不需要助攻 恩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就回去 层服几秒就挂了电话 一口气不停顿地跟今下说道 不好意思 我刚收到通知 有个紧急邮件要立马处理 我得马上回去了 下次再聊吧 少奶奶再见 说吧 不等今下反应过来 拿起账单 跑到前台付款结账跑路 一气呵成 这回 换成今下愣住了 少 少奶奶 她本来只是试探一下诶 这个情况 难不成真的是冲她来的 砰的一声 后面桌子的水壶 好像不小心打翻了 声响也将今下的神换了回来 今晚 怎么说呢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收获 不过这收获 还真是让她有点五味杂陈 既然人都走了 在这待着也没啥意义 还是回去吧 这事得好好消化一下 先生 您 需要帮助吗 拿更换的水壶 走过来的服务员 对眼前正在反复掐自己人中 试图让自己清醒的男人问道 吃瓜有风险 太大的瓜 很有可能让人噎死啊 小兰同志摇了摇头 猛灌了半壶水才停下 幸好 自己还没做出什么实际性举动 还能回回头 少奶奶 今下 以后您就是我奶奶 今下发现 最近每次项目会议 蓝大仙见到她 都呈现一种诡异的亢奋状态 似乎很想问她什么 但是又不开口 而是用一种观察的目光盯着她 时不时露出疑惑的表情 察觉到她注意到了 又马上一开目光 一副认真讨论工作的样子 说不介意是不可能的 不过 最近项目又开始忙了起来 所以 一时半会她也没心思好好盘问她 况且她 连之前的事情都没想好 怎么处理 上回跟曾福的那番谈话 让她一时半会 不知道应该做何反应 如果说 陆毅这次回来 真的有跟她在续前缘的想法 那她自己 是怎么想的 两人离婚后 惊吓便觉得 自此再也不会跟陆毅有任何瓜葛 自然也不会去想 自己内心是否还对她存有依恋 不管有没有 离都离了 还是她主动提出的 还能咋地 这几年 她一直全心全意工作赚钱 除了嘴上说的对金钱的喜爱 也许 也有几分逃避吧 很多时候 不去想 也可能是不敢想 人嘛 最害怕就是心存幻想 罔顾现实 只是 倒也不能说她 完全没有想起过她 偶尔 一些片段会无意识地在脑海中闪现 某些味道 某些音乐 都可以勾起人的回忆 而她 是她不可能忘却的一段记忆 今夏 跟你说个事 咱俩这周五晚 要作为咱们公司的代表 出席凯星那边的周年庆宴会 他们已经给咱们发了邀请函了 记得好好准备下呀 小兰在开完会后 截住了今夏 递给她一个信封 邀请函 为什么他们周年庆要邀请我们 今夏不禁有点疑惑 虽说最近因为项目原因 跟他们公司有接触 但是 也不至于要去参加他们的周年庆吧 小兰看她一脸懵 便开口解释道 凯星文化的周年庆 历来都会邀请一些合作方参加 这次跟咱们公司合作项目 自然也会邀请我们的人 而我跟你 又是负责人 所以就咱们作为代表去 而且这次宴会可以接触到不少其他公司的人 也是发展潜在客户的良机 我听说咱们的集团母公司也会派人参加 今夏点点头 原来如此 那就去呗 交代完了今夏 小兰忍不住露出满意的微笑 这次宴会 陆总应该也会出席吧 那么 她一定要把握机会认真观察 绝不能一露丝毫 之前我蓝大仙是看走眼了 这回绝对不能站错边 必要时 该出手就要出手 所以当蓝大仙看到陆总身边围着一堆人跟他谈天说地 而圆今夏在自助餐区吃得正欢 就有种有心无力的感觉 姐妹 你倒是关注一下你前夫啊 不说聊多亲密的天了 至少打个招呼 客套一下吧 这一进门看到食物 比看到兄弟还亲的表情是怎么回事 小兰正想走过去教育下他 突然看到了陈福 感应到某种惺惺相惜的革命情怀 他脚步一转 直接向陈福走去 陈哥 你可算来了 看着眼前似乎眼含热泪 有无数话想对他说 而急切地向他奔来的小兰 陈福忍不住微微后退了一步 换上平和的微笑 道行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哎 事到如今 我也不跟你客套了 我都知道了 小兰叹了口气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怎么回事 为啥最近他老是听见这一句话 都知道了 都知道啥了呀 陈福忍不住付肥 但还是淡定地开口 不知道你说的 是哪件事 小兰同志向周围看了看 然后才小心地开口道 就是 你们陆总回国追妻的那件事 不是 等会 这破事到底有多少人知道了呀 陈福真的快绷不住了 内心差点叫出声 但表面上还是要把持住 你 你是 从什么地方得知的 小兰一副了然的样子 我知道你要保密 你放心 这是除了当事人外 目前只有我知道 源头就不说了 总之 我的想法跟你是一样的 咱们是一派 陈福 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大概是陈福的问号表情 已经明显到 让人无法忽视 小兰将她领到 没什么人的角落 缓缓开口道 兄弟 实话实说 作为今夏进公司以来 交往时间最长的朋友 我也是希望她 有个好归宿的 我不知道 她跟陆总之前 是怎么回事 但是 自从我跟她认识以来 就没见过 她将心思放在感情上过 全身心都在搞钱 当然呢 我不是说事业为重不好 但是 我总隐约觉得 她是在逃避这件事 也可能是忘不了某个人 所以 自从我无意中知道 她跟陆总的关系 还有你们陆总回国追期的事 我就觉得 这事 咱必须要过问一下了 既然他们俩都放不下对方 那不管怎样 至少要解开这个结 能重归于好最好 哪怕不成功 也不要留下遗憾吧 听完这番话 陈福想了一下 突然掏出了手机 兄弟 你要不要加个群 另外一边 今夏虽然致力于尝遍所有菜市 但是也不是完全没在意其他人 尤其是某个吸引了场上大部分目光的男人 倒不如说 自从陆毅回国之后 他总是会有意无意接收到 有关他的消息 之前他还曾经疑惑过 为何有时候 陈福总是会聊到他 虽然只是说一些关于工作上的事情 但是仿佛是在暗暗地向他汇报路易的情况 而上次谈话后 原先那种被他故意压着 不去想的想法 已经开始肆无忌惮地在脑海中狂奔 让他更加无法忽视某人的存在 此刻的他 似乎是故意迫使自己 不要去在意那个人 毕竟他连自己的想法都还没搞清楚 巧克力蛋糕好吃吗 一个沉稳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惊吓下意识地回道 非常不错 可可粉微苦 但是很香 跟慕斯的甜中和后 恰到好处 等他转过身 对上一道观察的目光时 意识不禁有点恍神 眼前这个人 虽然他从来没见过真人 但是在各种场合都见过他的照片 毕竟 他是惊吓所在公司的集团公司的老板 严总 声音还带着一丝不确定 但是明显是认出来了 严氏翻笑了笑 开口道 不用那么紧张 你是达西运营部的袁惊吓对吧 最近跟凯兴的那个项目 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 不辛苦 没想到严总还知道我 荣幸 荣幸 惊吓露出标准的狗腿笑容 眉眼弯弯 我不是消息闭塞的人 前段时间那件事 我还是知道的 严氏翻露出感慨的神情 幸好最后有证据澄清了 不然 袁小姐恐怕要背锅了 似乎听出几分不寻常的意味 惊吓笑了笑 说道 您说的是 这次多亏有人举报 证据充分 才能揪出幕后黑手 严氏翻也笑了 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是啊 举报的人查到的证据充分程度 让我不禁怀疑 那人是不是早就有 班导运营总监的打算 不然 怎么会从那么早之前 就留意搜集证据 想必是 有过一番谋划 换言之 应该是在这次事件中 得力最大的人动的手 不然的话 就是达信员工里 有一些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信息的人 从这次这件事 恰巧可亏一般 不过 一旦出手 势必会暴露 以后搜集信息 就会难度加大 对那人好像也没有益处 所以你觉得 会是哪种情况呢 严实翻问完 定定地看着袁金夏 新的运营总监 是他的恩师杨成万 而幕后的那个人 金夏眨了眨眼 突然回到 我想 还有第三种情况 那就是 这件事 是您的手笔 子公司出了蛀虫 还是在这种大项目上 有所动作 毫不顾忌 不会引起总公司的注意吗 难道会放任不管 所以 您是在考我 对吗 一双大眼睛 透着认真 跟些许脚狭 就像一只机灵的兔子 严实翻愣了一下 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 哈哈哈哈 有趣 这答案 真是有趣 似乎是真的被逗乐了 严实翻的笑声 引来了其他人的目光 也包括陆毅 袁小姐 你真是 相当有趣 陆毅投过来的目光 逐渐变得犀利 严实翻看着 惊吓的眼神 就像发现了一件 有趣的珍宝一样 实在是 令人不悦 不知道两人又说了些什么 惊吓微微欠身后就离开了 而严实翻的目光 也随之投了过来 跟陆毅对视了几秒后 严实翻示意了一下宴会厅楼上 陆毅微微点了点头 看来是要好好聊聊了 宴会上 大家或是在跟认识的人聊天 或是靠朋友引见朋友的朋友 总之 在这种场合 最适宜拓展人脉 似乎暂时还没人注意到 两位业界大佬不见了踪影 宴会厅楼上的一个小房间 原是经理事 如今被两个男人占用了 这两位 就是陆氏集团的少东家陆毅 跟荣达集团董事长严世帆 前者 是刚接手资历雄厚的家族企业 并且取得了不少成绩 将被作为陆氏集团 顶梁柱培养的优秀接班人 而后者 则是通过地产起家 如今控股的集团 涉及的业务范围 囊括各行各业的严家少主严世帆 虽然组上都从政 从他开始采改行商 但由于极富商业头脑 如今产业众多 倒算是初代富豪 商人 以利为本 如果有利可图 当然可以互惠互助 但要是 触及某些边界 也很容易翻脸不认人 此刻 已经打亮了眼前人许久的严世帆 终于开口 没想到 陆总 原来是个念旧情的人啊 嘴角带笑 眼神却让人捉摸不透 陆毅也笑了下 开口回道 有用的旧情 才有念的价值 无用的 自然没有念的必要 不知道 严总说的是哪份情 哈哈 陆总是聪明人 我就不绕弯子了 严世帆看着他的眼睛 似笑非笑 凯兴跟达兴合作途中 出现公款被挪用的情况 不过很快就有人举报了 证据相当充分 我猜 这背后的功臣 肯定不简单 本来我也没多想 但是啊 我的助理颜峰碰巧发现了点有趣的事情 似乎 你跟达兴的运营经理原金夏 关系匪浅啊 陆毅脸上的神色 没有丝毫变化 语气波澜不惊 我手下的项目 发现了蛀虫 不尽快抓出来 难道等着它被蚕食殆尽 我跟袁金夏 是有一段过去 但也只是过去 抛开这点不谈 他的工作能力是有目共睹 据层服反应 达兴换上来 顶替他的那个经理 对很多事情的安排 都手忙脚乱 许多问题都不清楚 尽快解决这件事 对项目也有好处 所以 如果颜总是就此事来 跟我表示感谢的话 我出涉文化产业这块 颜总可以再多提供点指导 或者 咱们在其他方面 多多合作也行 路易说完 一派坦然地看着颜世帆 倒是让颜世帆 有点诧异 这子公司的运营总监 突然被举报 牵扯出来的人 不是个小数目 之前颜世帆 也不是不知道 他手脚不干净 但是还没到最好的时机 换人涉及到的利益关系很深 所以才争之眼闭之眼 而这次 倒是趁机大换血了一批人 但是有利有弊 而且 也不知道 会不会有一些来路不明的人上位 路易这个人 果然不是省油的邓 不过 他这次的举动 毕竟也帮了袁金夏一把 如果说他 并非完全不在意的话 既然如此 那我明白了 不过有一点我要补充一下 陆总你的前妻 袁金夏小姐 可不止工作能力强这个优点 他这个人 可是相当有趣呢 我是不知道你们的过往 但我也不介意 毕竟 有趣的人很可爱 尤其是聪明又有趣的人 那可是难得的珍宝啊 既然 你也说了是过去了 所以 我要是追求袁小姐 想必你也是不会介意的 对吧 严世帆看着眼前的男子 语调略微上扬 带着几分戏谑 单身男女交往 是双方的自由 路易勾了勾嘴角 只是 某人可不一定好追 珍宝跪在难求 但往往得到之后 反而会失去光彩 不过现在 他还是充满吸引力的 这次陆总帮我的忙 我一定会回馈的 那严某就先告辞了 严世帆说完 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转身离去 随着他身影从门口消失 路易的脸色 瞬间变得黑沉 另外一边 跟蓝大仙聊了挺久的岑福 发现路易不见了 不知为何 有种不祥的预感 岑福决定去找一下路易 便跟蓝大仙说了声后 就离开了 蓝大仙在他走后 决定去找一下惊吓 既然自己都已经加入了追欺同盟 那肯定得尽一份立马不适 走到金夏旁边 正巧看到 他正跟一位女子在聊天 那位女子应该是看到 刚才金夏跟严世帆 谈笑风生的情形 见他们分开后 就立马跑过来 想打探一下情况 要是这位是严总眼前的小红人 那可不得认识一下 所以说 您能认识严总这样优秀的人 想必也是十分厉害的人啊 不知道 你们认识多久了 金夏一时不知怎么回 想说自己今天才第一次见到严世帆真人吧 又觉得眼前的人不会信 怎么说呢 总感觉这位姐姐一副八卦到底的势头 跟她熟悉的某位同志非常像 正想着某位同志就走到了她身边 哎呀 咱们小夏认识的厉害的人可多了 上回咱们还一块跟陆总吃饭呢 对吧 小兰插了过来 把话题中心敲咪咪拐了个方向 你说的是陆氏集团那位少东家陆总吗 金夏你果然好厉害啊 小姐姐两眼放光 看向元金夏的眼神充满了崇敬 呃 我是目前负责的业务跟陆总的公司有接触 那次吃饭是全项目组一起的 我跟他本人不熟 不熟 金夏连忙回道 致力于撇清关系 但你能见到他也很厉害啊 陆总平时都不怎么出现 只会出席一些大型场合 我们老板约了他好几次都约不到 小姐姐感慨道 这人跟人还是要看缘分啊 那可不是吗 小兰立马接上 我也觉得 咱们金夏跟陆总的缘分可不浅 这不 这个宴会又见到陆总了 可不是有缘 而且 我听说陆总现在还是单身 对很多美女明星 附加千金的示好都无动于衷 那么年轻有位又一表人才 真不知道多优秀的人才能入他的眼 小姐姐又是一顿感叹 就是 陆总家是显赫 能力出众 长得还这么帅 不知多少人惦记呢 金夏你说是吧 小兰转过头 期待地看着金夏 一旁的小姐姐也开口 对啊 而且她这种虽然俊俏 但是又不适应器的长相 不仅吸引女人 就连某些男的也会沦陷呢 金夏被这两个人一唱一和的架势 弄得有点懵 这位小姐姐还可以理解 怎么小兰也突然对陆毅交口称赞 看着小兰那神采奕奕的样子 金夏不知怎的脑海里 突然浮现出上回吃饭的时候 她跟陆毅的聊天 似乎非常愉快 难道 他们之间的氛围 不一般 有句话说得好 感情的萌芽始于投缘 金夏忍不住又看了眼小兰 突然有了个不成熟的小想法 于是 金夏借口有事要谈 拖走了小兰 等到了一个没人的角落 才悠悠郁郁的开口 小兰啊 那 那个陆总她吧 虽然是单身 而且也拒绝了不少女明星 但 但是吧 她 她应该是直的 陈福 你有没有加袁金夏的微信 好不容易在窗边找到自家老板 却被她的脸色吓到心律不齐的陈福 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 这微信 肯定不能说没有 毕竟在同个项目 群都拉了几个 但是 直接说有 会不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 有的话 你给她发条微信 提醒下她 还在思前想后的陈福 冷不丁被陆毅换回了神 还没等小兰有所回应 金夏的手机就突然想了提示音 本来说 这事就不太好意思的 她立马掏出手机点开信息 试图缓解下尴尬的氛围 然后 就陷入了另一个迷茫 陈福给她发了条微信 内容为 袁小姐 你们老板对你图谋不轨 你最好注意点 这信息 是什么意思 这个疑惑 连陈福本人都无法解答 毕竟 在路易沉沉的目光中 故作冷静 打完这条信息并发出之后 她的后背全湿了 也没敢问 最近 袁金夏感觉自己 处于一种被密切监视的氛围中 虽然也没啥证据 但是她敏锐的第六感 基本上不会落空 自从上次宴会 陈福给她发了那条微信之后 就有个疑问 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 虽然当时刚看到信息的时候 她有点懵 但是后来 小兰一直嚷嚷着自己 比钢筋还值 并且试图将她从幼儿园到工作前的所有情史 跟她捋一遍 就差做个PPT文档汇报 以证明自己的性取向了 破坏了她深思那条信息的时机 至于蓝大仙工作后嘛 那是没有情况了 但是她的情感 还是一心向着异性的 简言之 就是 老子只想跟女的睡 路易没有机会 不过 惊吓想说 哪怕她真的想 路易也不会给她那个机会 最近项目也按部就班再推进 工作上的繁星事少了以后 生活中需要解决的事就一件件跳了出来 首先便是她跟路易如今的关系 从她的角度看 路易作为前夫 按理说应该跟她不再有瓜葛 如今因为各种工作上的问题 不得不扯上关系 那也只需要保持在这个界线就可以了 不应该 也不能再深入 但是 那次宴会跟严世帆的谈话 又让她意识到 哪怕自己跟路易已经没有特别的关系了 还是会有其他人在意他们的过往 而且 一旦有风吹草动 他们的关系就会被摆到明面上来研究 其次 目前她的老板对她似乎有点过度关注 在上次宴会 收到层服的微信之后 惊吓也不禁开始留意了下 虽说图谋不轨 倒也不至于 但是最近这个月 严世帆在信达出现的频率的确高了不少 而且每次都借着了解项目进展 唯有约她吃饭 但话里话外探究的 似乎更多是她的个人信息 导致她也忍不住把蓝道行也拖出来 试图让她挡一挡 似乎识破了她的想法 严世帆很快就不再以公事为优约她了 不过 她心头的疑问却是越来越重 到底 路易跟严世帆有什么关系 曾服发的那条信息 是她获悉了什么消息吗 还是说 那就是 她在路易受益下跟她说的 啊 疑惑太多了 真是让人脑壳疼 脑壳疼的 不止袁金夏 曾服感觉最近自己又多了个特工的身份 而且是监视袁金夏的专属特工 自从上次她被路总受益发了那条信息之后 就被安排了密切关注袁金夏的动向的任务 尤其是跟严世帆接触的情况 每次报告她跟严世帆吃饭 尤其是单独吃饭都会导致路易的脸又黑了几分 但是呢 又没有进一步的指示 所以 曾服哪怕做了好几次杀人越货的心理准备 也没派上用场 只能在群里表达自己的困惑 路总红蓝星动助攻群阿福 所以 你们怎么看 蓝大仙 嗨 这还不简单 明明白白地吃醋吗 阿寿 愿闻奇祥 蓝大仙 就是呢 上次宴会也看出来 路总对咱金夏还是有感情的 我一瞅他看严总那冒火的眼神就明白了 但是呢 以他目前的立场 又不可能进行干涉 另外 他一直没有进一步动作 就是找不到机会 咱们得给他提供一个机会 阿德 专注记小笔记表情 阿福 什么机会 蓝大仙 就是 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机会 事情还没捋明白 就变得更复杂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从上周开始 严大老板突然开始隔一天 就给金夏送起了花 还有各种高档餐厅的甜品 花也不是常见的红玫瑰 而是各种不同的鲜花 毕竟是老板 金夏也不敢直接退回去 博了人家面子 只能将吃的分给同事 花就插在办公室里 也算是转成公司福利 不过 他的行为展露在某人的面前 就是乐呵呵地收了礼物 并且还大放展示给同事看 收了一个星期花 金夏终于抽出空 打算约严世帆吃个饭 试探下他这么做是什么目的 如果真有那方面 打算的话 趁早断了他的念头 严老板表示可以 但是要去他指定的酒店 还是一所五星级 可以提供高端露天 赏景服务的酒店 于是 陆毅就从层服那里得到了 严世帆在给原金夏 送了一周多的花之后 就约他去一家 以提供各种高端蜜月套房服务 为卖点的五星级酒店的消息 然后 袁金夏还答应了 陆毅明白自己 不应该干涉 毕竟就像他自己说的 他如今 根本没有立场 但是 他也没想到 袁金夏现在这么好追啊 难道是离开自己太久了 这女人都开始 激不择食了吗 狗屁立场 这回还能忍他就不叫陆毅了 另外一边 严世帆也刚听完 助理延峰的汇报 嗯 看来陆毅那边 保持着密切的关注 很好 至于小蓝同志 自然也是知道了这件事 嘿嘿 看来 机会就要到了 人性有两大弱点 一是贪财 二是好色 很不幸 原金夏两点都占 这第一点 在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贯彻得非常彻底 而第二点呢 则是在他喝醉之后 会发挥得非常淋漓尽致 所以 当他在早晨睁眼发现自己不着寸驴 躺在星级酒店梦幻般舒适的豪华套房大床上时 脑子里就一个想法 玩独自 这回又摧残了哪朵浇花 原金夏对自己的认知十分透彻 即使喝醉酒 他也只会聊颜值超群的人 用行动做食运营部第一眼狗的称号 不过有一说一 实际上他真正付诸行动的也只有出国独眼那一次 那之后都被某人看得死死的 而离婚回国后他也再没敢放纵过自己 自然也没再有过酒后那啥的情况 但是 即使这次的原因未明 他很明显酒后那啥了 而且根据零散的记忆 还那啥了不止一次 不过 不知该说幸运还是不幸 这次的对象跟第一次的是同一个 并且还是他的前夫 陆毅似乎察觉到深厚的异动 转过身时便对上了正陷入回忆的某人 投来的从疑惑变到惊恐 再到放空自我的目光 提问 当你发现酒后睡了前夫 应该怎么面对醒来后的局面 A装死B装失忆 C和气的老会磕地帅气地甩下一张支票走人 惊吓来不及装死 失忆又像扎了对方一样 唠科曼没有瓜子 而最后一个 他觉得 单纯从财力来看 对方这么做的可能性要高得多 两人沉默地对视了一阵 还是陆毅选择主动开口 你 感觉还好吗 感觉就像前一天 连续跳了十个小时的 Hit课程 再做了两百个仰物起座 还没有拉伸 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腰腹部韧带拉伤 外加四肢神经性结瘫 动都动不了 虽然想是这么想 但照实说就显得太若鸡了 毕竟另一位当事人跟没事一样 甚至似乎还能再做十个俯卧撑 嗨 还行 就是有点累 思虑一番后 今夏选择将真实感觉 成个百分之一再说 昨晚 昨晚 嗨嗨 多 多谢陆总您的配合 没等陆毅说完 今夏就打断了他的话 露出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慢慢拼凑回脑海中的记忆碎片 虽说昨晚的事情起因是他的脑子一热胡编乱造 但后续发展嘛 没有陆某人的配合 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他是见色起义 那对方也有顺水推舟之嫌 总之 一半一半吧 好吧 陆毅眼底浮上一丝笑意 那就 合作愉快 呵 神特们合作愉快 所以 你打算怎样 难不成就 当是一场梦 电话那头 听完今夏的吐槽 尚关熙已经抑制不住八卦之魂 作为袁今夏的大学室友及闺蜜 她是为数不多知道今夏跟陆毅过往的人 哎 醒了 我也不敢动 今夏叹了口气 当事人就是非常后悔 袁今夏也不是不懂 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包括陆毅身边的人 也给了他明里暗里不少的暗示 甚至严是番 都看出来他们的关系匪浅 本来 他也想过找个合适的时间 跟陆毅好好沟通一次 谈一下之前没说清楚的事 理清两人目前以及未来的关系 也 斩断某些不该有的念头 没想到 交流是交流了 但是是另一种层面的交流 这种事态发展 倒也真不是 他能想到的 身体是心灵的桥梁吗 夜生活配合默契 对于和谐生活必不可少的 这桥呢 已经搭上了 至于走不走 那就是你们的事情了 身体上的熟悉很容易找回 但情感上 要回到过去 谈何容易 作为先提出离开的一方 今夏明白 即使在当时情况下 自己这么做 无可厚非 但是对对方造成的打击 不是时间可以轻易抹去的 而且 他也不知道路易本身是什么想法 刚回国的那段时间 他试图通过全身心投入事业来忘记这段过往 而表面上看 似乎也的确是忘干净了 有了正式的工作 交了新的朋友 融入新的圈子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新的 人生也迈入新的阶段 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 他的情感生活停留在原地 本来他以为自己只是刚结束一段感情 所以 还不想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事实是 这么久过去了 他的内心还是抗拒所有可能的机会 我明明觉得 没有那么爱他的 上官夕还记得 那次原今夏跑到他家找他喝酒 他也陪着喝得晕晕乎乎 半梦半醒的时候 听到的这句话 酒后吐真言 不是酒的原因 而是人的原因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爱情太短 而遗忘太长 怎么 陆总这是特意来感谢我吗 看着突然来访的某人 严世帆丝毫不惊讶 陆一默了一瞬 开口道 我们之间有什么情分吗 则 陆朱提子你没有心 严世帆微微挑了挑眉 没有在身边 示意对方进入正题 你确定 要跟我合作 严世帆听完 露出了玩味的神色 不过 我看不出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只是给出一个建议 如果你没有合作的意向 那我们不必再谈 好 我同意 不过 在这之后 要是其他方面 需要我帮忙 我也不一定会帮你 不必 我自有打算 陆一笑了一下 露出坦然的神情 好吧 那我也祝你其他方面进展顺利 严世帆也露出惯常的笑容 接过了递来的文件 友情提醒一句 人都是习惯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 这是在转身准备离开时 陆一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小兰在茶水间冲了杯豆奶 慢慢夺回自己的位子途中 忍不住用余光 反复横扫 某位正在看文件的同事 按道理 上次那件事过后 助攻团应该进展十分顺利 惊吓那边 他在敲打下 也许就能成了 也算不负他家祖传牵线拉廊的天赋技能 不过 目前看来 严总那边倒是不送花根小礼物了 但是 陆总这边没跟上啊 怎么会是小老弟 难道不是应该趁热打铁 一股作气攻略吗 而且 最近助攻小群都没啥动静 层服也不常过来这边 虽说项目第二期也已经快完结了 但总觉得有什么不太对劲 事实证明 他的第六感一如既往该死的准确 第二天一早 两人作为各自部门的负责人 同时收到一封邮件 内容是 关于与凯兴文化终止合作的公告 项目二期结束后 两家公司将不再进行后续合作 小兰 那个邮件你看了吗 怎么回事 惊吓冲到财务部 一眼就看到 盯着电脑神情严肃 仿佛加了三层双下巴 地铁老爷爷的蓝某人 不仅惊吓 蓝大仙也是一脸懵 按道理 两家公司合作得好好的 项目的整体规划是至少四期 不可能这么快就结束 而下发指示的上头领导 则表明这是公司董事会的决策 不清楚内情 嗯 虽然我觉得不可能 但你觉得 会不会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是严老板恋爱脑上头做的决策 小蓝小心翼翼左顾右盼 轻声细语地说道 哼 蓝清玄 你是不是忘了我们老板资本家的本质 惊吓哼了一声 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进这家公司吗 就是因为 她的公司理念 跟我非常相符 以利为本 初心只为赚钱 所以 收收你的马力苏少男心 这事 我们需要跟老板聊聊 和我一起吧 今夏跟蓝清玄刚进集团总裁办 就被一排站的笔直的保镖发出的声音 吓得虎曲一阵 这次气势是有了 但是亲和力不够 语气太凶 像是找人约假 不行 再改进下 严峰点评了一番 看到来人 微微点了下头 让那群人继续练习 带着二人 走向严总的办公室 严特住 那群人是 小蓝有个大胆的猜想 但不敢相信 最近选秀类节目挺火的 严总想找点人尝试着学习 就让我找人练练 看看能不能培养点气质 不是 哥们 你找一堆人高马大的保镖 来扮演女团 不太好吧 您是不是对严总有所误解 小蓝一堆槽 憋在心中不敢吐 转头看了下身后的人 只见惊吓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不是 姐们 你是不是也有什么误解 严总 蓝经理跟原经理已经到了 将人领到后 严峰就离开了 小蓝立马从心理活动中回过神 看向正在签文件的老板 坐吧 是找我问项目的是对吧 严士帆抬起头 随意地示意了下沙发 手里的笔还没放下 嗯 您说得对 我们也知道这件事 公司肯定有公司层面的考虑 但是目前停掉合作 我们之前投入的一些资源 就会被浪费掉 所以 小蓝还在考虑措辞 就被惊吓打断了 严总 您是聪明人 咱们公司为这次项目准备了这么久 也跟凯兴方的人经过磨合 达到了比较顺畅的合作状态 前两期项目的合作也比较成功 如果现在突然停掉合作 更换合作商 怎么看都是必大于力吧 惊吓一口气说完才停下 等待对方的答复 严士帆打亮了一番惊吓 慢悠悠地开口道 你说的 是从目前情况出发的考虑 但是这次董事会决定中断合作 是考虑到未来的因素 例如说 合作方可能面临的问题 您是说 凯兴文化那边 小蓝有点欲言又止 那边的公告应该就在最近了 你们关注下新闻应该就能知道 不过 也许你问下你那位伴侣 可能会知道得更迅速吧 严士翻笑了一下 看向了沉默的惊吓 回去的路上 两人都没有说话 小蓝是顾着给层服狂发信息 惊吓则则是点开了微信的某个头像 看了一会 又灭掉手机屏幕 事情将要发生 可能不是什么好事 也可能是比想象更差的事 或者 她不敢问 也是不想知道更坏的结果 回到公司后 小蓝还是忍不住开口 惊吓 那个 开心的情况 可能也没咱们想的那么差 可能吧 只是又要辛苦大家找新的合作方了 惊吓无奈地笑了下 准备先曹你一封下发运营部的邮件 回到家 洗漱完毕后 惊吓最终还是点开了那个 自从上次相亲过后就再没有点开过的对话框 因为两人自回国后就断了联系 所以那次她跟陆毅重新互加了微信 但一次消息也没发过 默默在对方手机列表躺失 甚至连朋友圈点赞都没有 哦 也可能是两个人都不爱发朋友圈 毕竟像小蓝同志这种 一天发五条票圈 屁大点事都要加八个感叹号的上班族不多了 想了很久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开场白 不过 幸好还有人类伟大的聊天发明 表情包 就在犹豫了半天之后 今下看中了一个猫咪表情 图片配文是 聊一下吗 既可爱又不失庄重 如果对方不回 那就默认自己发错吧 反正一个表情包而已 她正准备发时 公司群突然来了条消息 手机一震 她就点跨行了 于是 正在看手机的陆某人 就收到了一条微信 一个来自前妻的表情包 熊猫头 在 约吗